哈喽大家好我是Gary 那现在快春天快到了 大家都在忙活种植东西 那非常一个重要的因素的话 就是天气 什么时候下雨 恰多少雨 会给大家带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那这个软件的话 是在加拿大都会用的一个 看天气的软件 叫做Weather Network 然后很多人用了很多年 都不知道这个软件怎么用啊 它可以看每个小时 36小时 也就是一天半 还有14天的 那基本上后两个的话 它的预测的准确率特别的低 你都不用管 主要是看第一个 然后第一个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90% 很多人都会对这个概念 产生一个误解 90%的话 有的人会觉得 可能今天90%的概率会下雨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90%是怎么算的呢 它是说 在你所查的这块区域的 90%的面积会下雨 只要不是0% 你这个区域的话 是100%会下雨的 只是说 在哪个地方下 只是看你这块面积的百分之多少 会接受到这个下雨 比如说50%的话 就是这块地区一半都会下雨 可能有一半 那就没有雨了 对 如果你想要更准确的去查的话 它其实这个公式的话 是POP等于C乘A C的话是下雨的概率 A的话是这个下雨的面积 那如果它是50% 有可能下雨再乘以它的8% 就是下雨的面积的话 就是可能很多地方的人 或许40%是这样子的 但如果你想更准确的知道你这个地区到底什么时候下雨会持续多久 什么时候飘过来那个云层下雨的乌云的云层 你可以点滴这个radar map 这个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以我这么多年在加拿大生活用这个软件的一个经验来看 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始下雨 什么时候停 什么时候会飘过来 你可以自己去预测一下 它这个的话预测时间比较短 可能就几个小时的预测时间 但真的非常非常的准 而且你可以看到下雨量是多少 然后今天的话就先聊到这里 然后如果你会用这个软件的话 不管是你的出行 还是你的后院的一些工作的话 都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你看它每个边界都画得非常清楚 是不是快到你所在的一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扩大和缩小 来看它整个的流程 房屋需要关怀 生活如此有爱 关注Gary一起用心生活